欢迎收看《原来一家人》 除草 整理盆栽 像在自家院里一样自在 这是民宿 也真的是关美玲自己的家 七年前来台帮佣照顾阿嬷 也帮阿嬷的儿子整理民宿 而感情悄悄地来了 就结了婚 变成民宿老板娘 关美玲笑笑地说 婚前婚后好像没有不同 住一样的地方 做一样的事 因为我还是就跟他们一起 对啊 还是我住在一起 是跟我老公 因为他是大姐 跟他大姐 一样还有小朋友 现在还是一样 有客人的时候 关美玲会准备早餐 送走客人后帮忙打扫民宿 从整理房间到铺床 全部一手包 虽然说做的事没有不同 但感觉不同了 以前是工作 现在是经营自己家里的事业 自主权也比较高 改车还是一样的 可是 工作就是比较不会说 一定要做那个工作 自主权比较高 对啊 睡觉起来都随便 你要祭典要起来 空闲时 关美玲还会做做 菲律宾当地的小吃 卖给附近的菲律宾劳工 让他们回味家乡味 从员工变老板娘 关美玲的幸运 是她认真工作 体贴雇主 为自己争得的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